之前就和大家解釋過 上班一族會遇到的腰背問題 其實只要大家注意一下工作時候的姿勢 就可以減少腰背痛的機會 如果是講坐姿勢的話 其實我們有很多病人常問我這個問題 我們通常看到一個椅子的時候 很自然的反應是想坐椅子的中間 其實這是不正確的 因為你坐中間的話 你的腰部其實還是凌空的 沒有什麼東西會支撐它的 所以我們坐的姿勢 我們建議是我們的臀部 盡量坐到椅子的最後面 然後身體再往後靠著 最好是腰部自然彎路的地方 有一些東西頂著它 這樣子算是對我們的腰椎是最有保護的狀態 再來用電腦的時候 如果你的腰部可以維持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來講的是膝蓋的問題 那講到膝蓋的彎度的話 從側面看應該是90度 然後雙腳是踏到地面上 如果比較矮小的女生的話 可能就要加一個腳墊這樣子 手肘的部分的話 我們盡量是靠近身體 處於80到100度左右的這個角度 你要知道如果我們的手離身體 越遠的話 事實上對我們的脊椎的姿勢 跟壓力負擔就增加很多 這是我們通常建議做的姿勢 至於站的姿勢也是一樣 我們盡量不要靠一邊 或是重心偏向前面或是後面 原則上肩膀跟頸部 是處於比較看著前面的姿勢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是 如果從側面看的話 你的耳朵跟肩膀應該是呈直線 然後在肩膀到髖關節這個地方也是呈直線 這樣子大致上是一個比較好的站姿勢 那至於斑的姿勢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的腰部比較脆弱 我們不願意長時間彎腰的時候 所以我們斑東西盡量是用我們的膝蓋去彎 所以其實抬東西的話 把重的東西拉近身體的中心 用我們臀部跟腿部的力量 這樣子會比較好